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每當夜裡朦朦的時候 我的助力我仍會秀 啊... 那數不盡的虔誠往事 馬鐵塔不隨 馬邊回不走 留下了魂關的語言 馬鐵塔不隨 馬邊回不走 留下了魂關的語言 找不到更遠 找不到更遠 看不到盡頭 只要那澎湃的愛與恨 找不到更遠 看不到盡頭 只要那澎湃的愛與恨 纏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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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 纏繞著 纏繞著 啊... 纏繞到天朝地久 啊...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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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健康情绪 可是我不太大身边 你放心吧 我们替她注射过不会有问题 请你们坐过来 想跟你们谈谈 请坐 我想 先让两位了解一下我们治疗病人的方式 首先我们要了解对人所有的背景 你们提供的越详细 对治疗病的人越有帮助 好的 我们既然跟你合作 你们两位 是李可人身边最亲近的人 依你们判断 刺激她精神失常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李嫂 没有什么不能跟医生说的 我女儿 有过一个孩子 不到一岁半的时候 孩子就死了 然后 她就疯了 你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 那个孩子是个私生子 可云是被人抛弃的 现在她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她有过孩子 那么孩子的父亲 跑起了她 一定也造成打击 依你们的看法 这会不会也是原因之一呢 哦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可云发疯 是因为孩子死了 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不太清楚 好 你不清楚 我也无从问起 那么我们就谈谈那个孩子 照你所说 李可云是在孩子死了以后 才失常的 那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李嫂 我想 总有个五六年了 李太太 我想 你还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我现在是在治疗你的女儿 并不是在挖掘她的隐私 你是病人的家属 我只是想在你口中 获得病人正确的资料 否则 我没有办法治疗你的女儿 希望你跟我合作 给我正确的答复 李嫂 我知道你没有说实话 如果你是因为顾及我 而不跟医生合作 那可云居永远治不好 为了你的女儿 为了她的大好人生 你就老实说吧 请你问 你女儿几岁的时候送了孩子 多久以后才失常的 她不满17岁就做了妈妈 两年后 孩子死了 她也就疯了 那么你女儿今年26岁 这么说她精神失常 已经有七年半了 是 谢谢 这么多年来 依你的观察 是你女儿精神失常的原因 有没有别的可能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呢 好 那么下次 希望你能和李先生一块儿来谈谈 好吗 梑妇官 登海 李先生 梑妇 拈海 他回來了 月娟跟可云呢 我們今天帶可云去看了醫生 你小心點在裡面,我們都睡覺了 我回來了 走 李副官,今天醫生為了一些問題 醫生說想要治好可云的病 家屬必須要提供一些證據的資料 所以我今天總算知道 可云是在十七歲生的孩子 那是九年前的事,而不是五六年前 李副官,你們那天為什麼要騙我 你們到底在隱瞞些什麼 難道,難道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李副小姐 五六年也好,九年也好 總之都是過去的事情 我們以來也是為了你好 不希望你再胡思亂想 要怪,只有怪可云當年不懂事 一師父毀了一生 他的錯是不可告人的 我們做父母的也只有任 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 我們隱瞞你依然是出於本能 可是,十年前你們還在陸家 可云懷孕也就是那個時候 一平小姐,剛才我已經說過了 可云懷孕是他自己糊塗不懂事 這跟在不在陸家並不重要 好,那麼我問你 你們為什麼會離開陸家 李副官 你跟了我爸三十幾年 一直都鬆心耿耿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你又怎麼會離他而去呢 我會離開司令 的確是必不得已 當年在東北 提起黑豹陸正華 誰不竖起大拇指 他的勇敢善戰 令多少人文明喪膽 那個時候 他真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能跟著司令 是我的造謊 是 英雄也會有老去的時候 到了台灣 他的威風全是都過去了 他只能瞅瞅驗動 偶爾到馬場遛個馬 我太了解司令的脾氣 他是在咬著牙 忍受這種悲哀 唉 三十幾年 我對司令的忠誠 起死這麼點歲月 我一輩子都是司令的李副官 一平小姐 如果不是為了九姨太 我怎麼都不會在司令的晚年 離他而去 全清 全清 讓我 你還叫我冷靜 怎麼 難道你和我做爭議一下子 看著別人趕著這家做光啊 你不關 離開 快去 通常出來 請問九夫人 叫我們有什麼事嗎 什麼事 那我得問問你們家可雲呢 九夫人有話就請直說吧 九夫人 我們可雲到底做了什麼讓你生氣的事 喲 你們還真能裝糊塗啊 好 那我就不客氣直說了 我房裡的一條珍珠項鍊不見了 哼 我的房間 一向都是可雲在給我打掃整理的 昨兒子我明天還瞧見那條項鍊 這人一早 就不一人而非了 你說是怎麼回事呢 九夫人這麼說 是什麼意思 李副官 我的意思很清楚了 你們家可雲 偷了我那條珍珠項鍊 沒有 我沒有 九夫人 你有什麼證據可以一口咬地是可雲偷的 笑話 你倒反過來問我了 李副官 你要搞清楚啊 咱們陸家就你們三個人是外人 昨天也只有可雲進去過我的房間 這還不夠嗎 雪芹 你不管他們都是老實人 你不可以這樣冤枉他們 可雲是個乖巧的孩子 她不會做這種事的 我妹 你是怎麼回事啊 啊 竟幫著外人說話 難不成 你也是他們一會兒的 雪芹 你 告訴我 九夫人 我們心裡的雖然是寄人離下 但是骨氣還在 我們不會做這種沒有出息的事情 我們房間在哪兒你也知道 你知萬全騷擾 是 我們不怕你走 我們絕對不會做任何對不起陸家的事 哈 你們當我這麼天真啊 那麼一條貴重的珍珠項鍊 現在還會在你們房裡啊 那才怪呢 嗯 鐵錠啊 是藏得穩穩蕩蕩蕩的 這做賊的人嘛 這點本事是一定有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黃小琴 你再寫我派人 我就對你不客氣 爸 好啊 趁著老爺子這幾天不在 你們四個連成儀器 串通起來要欺負我是不是 哼 我就不信你們敢把我怎麼樣 爸 你不客氣 你不客氣 雪晴 做人不要太過分了 你不管一家跟了我們幾十年 你只是忠心不安毫無怨言 你怎麼可以這樣不分清我照白的 就無賴他們呢 你不顧您他對我們陸家的一片忠心 你有看過那人家的尊嚴嗎 呸 什麼尊嚴呢 一家三口 只會賴在咱們陸家吃鹹飯 見了值錢貨嘛就順手牽羊 好個忠心不二啊 你們這些人哪 要不是我在老爺子面前替你們撐著 你們早就被掃地出門 人在福中不知福 還竟會幹一些吃裡爬外的勾搭 真是不要臉 傅文沛 傅文沛 我告訴你 在陸家還輪不到你來教訓我 老爺子早就嫌你暗臉了 傅文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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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勸你 你不要罵佩玲 你不要罵她 我知道你東西掉了你不高興 你可以罵我 你可以打我出去 但是我求你不要罵佩玲 好啊 傅文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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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這個臭丫頭 你終於承認了啊 我平常帶你不保 你居然敢偷我東西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訓你這雞肚頭不可 傅文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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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娘 老婆娘 王雪芹 你瘋吧 你今晚瘋吧 我们会走的 我们都会走的 我们再也不要忍受你这个瘋婆子 小贵 小贵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是在孟米小姐房间找到的 她把项链丢在娃娃堆里了 找到就找到 你叫什么叫你 一平小姐 我是个职场子 不会搬弄是非 这些都是实情 舅仪太是个非常难以相处的人 以夫人这么宽孔温柔的个性 都受不了舅仪太 更何况是我 我是个军人 不是下人 我不是个军人 我是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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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军人 就是这个军人 小贵 宇武 你叫救我 我觉得我已经被捲进一阵暴风里 包围我的圈是非杀走的 打得我浑身刺痛 我可以感觉到 我已经在慢慢向 那个暴风的核心接近 我想走也走不出来了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一平 你可以走出来的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都可以走出来的 你何苦这么折磨自己的 刚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声音抖得这么厉害 简直把我吓坏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 我是知道了什么 我知道葛云是六岁怀的孕 十七岁生的孩子 所以 这可以证明了一点 我的图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我正在向核心接近着 对不对 或者 这只是个巧合 巧合 你怎么可以随便用这两个字 就把放在眼前的事实遮盖掉 你想想看 我们以前讨论过的 时间是个最大的关键 你也承认过这一点 可云发疯的背后有个罪人 这个罪人在十年前让可云怀了孕 然后又抛弃了他 这个人有权有势 甚至对李副官有恩 一平 你已经在下结论了 你不要给陆家任何人定罪 可云的师祖 很可能根本就是个外人 跟陆家毫无关系的人 你不明白 当时我虽然小 可是好坏我会分啊 在我的印象里 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雪姨 可是却很喜欢李副官一家人 尤其是可云 他长得很美 也很温柔 绝对是个乖巧的少女 而李副官 他那么正直 家教一定很严 再怎么说 可云应该不会做出那种脱轨的事啊 你想想看 你那时候只有十岁 正如你所说的 你只知道好坏 至于其他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你的年纪所能判断的 那时候可云也只有十六岁 心智并不成熟 你不能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来判断 他会不会犯错 对不对 好 我们走 去哪里 去找李副官要答案 只要他说出那个罪人的名字 我就认了 否则我简直活不下去了 一人 你不要做任何事都这么冲动 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好不好 你想想看 这件事对李副官来说 是多大的痛苦啊 你怎么忍心一而再 再而三对接他的苍疤呢 你怕面对这个事实 你这个理想主义者 你这个唯美主义者 对于一切丑恶的事 你处理的办法 就是不去面对的 一平 你要我分担陆家的罪恶吗 陆家的罪恶 你终于说出来了 可见你心里和我 想的是同一个人 一平 你不想着想着呢 我会想着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去那边 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不 你不只怕面对陆家的罪恶 你还怕面对陆家的儒贫吧 一斌 一定要这么尖锐吗 一定要这样赤上我们的爱情吗 好 我陪你一起去那边 我既不怕面对陆家的罪恶 我也不怕面对陆家的儒贫 舒怀 让时间进去吧 让我们停留在这一刻 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只有这一刻 只有我和你 我什么也不要了 我只要你 老爷太太 一斌小姐和何先生来了 你也许 你也许 哟 今天晚上 这段刮的是东风还是西风啊 把咱们家最宝贝的小姐 跟最高贵的家庭教师 一块给吹来了 妈 舒怀已经不是我的家庭教师了 你用不着提醒我 我不是呆子 人家早就大张旗鼓地辞过职了 反正一句话 你这不争气的笨丫头 没人看得起你 连当你的家庭教师都不屑于当你 保姆 您不要这样说 您这样说我就太难过了 妈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舒怀跟一品来 我们就大家开开心心了好不好 是吗 都是自己人嘛 都叮咚咚咧 这些马骨章的呢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来来 我们已经吃过了 再吃一点 别客气 来来坐坐坐坐坐 你坐我这儿 啊 再摆两个碗筷啊 来来来来 林平 来再吃一点 坐我这儿了 来来来 我看今天晚上啊 吹的不是东风也不是西风 而是龙卷风 孟平 还不赶快给两位贵人搬椅子 二姐 你下去吃 这儿啊 没你的位子 我不要下桌 我为什么要下桌子 你们爱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 反正也不关我的事情 别点了名叫我 我吃了饭就要出去 小气还等着我呢 我啊 可不加入你们的暴风圈啊 雪芹 你怎么会永远有那么多话要说 你不怕说急的会闪着舌头 老爷子 你是写我的话多 如果你写我 那我就不说 或者我干脆搬出去 请文佩搬进来 此后老爷子你一日三餐 茶茶水水的 免得说我伺候不周到 又惹人讨厌 一平 一平 你到底要不要吃饭 爸 我不是来吃饭的 那么你是来谈话的了 不错 我是来找你谈话的 哼 我看是来吵架了吧 一平 我们先到这里去做 那你爸吃饭 等抓一看再说嘛 一平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 我看你每次到这儿来 都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容忍 你就得意忘形 爸 你错了 我从来都没有得意过 怎么会忘形呢 一平 真正得意忘形的 是在你身边 伺候你一日三餐 茶茶水水的人 放肆 你今天晚上找了什么我 难道你不来找麻烦 你心里就不痛快 你绝不觉得你太过分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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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哎呀 一平啊 你怎么就不能饶着你爸爸 好歹他也是你爸爸 年纪又这么大 你要把他气坏了 气病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也不想想看 你爸爸带你不薄啊 咱们全家大小 上上下下 哪一个人有骑马庄啊 你爸爸他就眼巴巴的 赶快去帮你定做 又叫耳豪马上送去你家 他对你热分心意 你怎么就体会不出来呢 就算你看我不顺眼了 你也放得着伤他的心啊 我也要骑马庄 小姐 不要闹啊 你这么想要什么骑马庄呢 一平皆有 我也要 小姐 是啊 我们这儿大的太大 小的太小 中间的又没有人员 谁够隔穿骑马庄啊 拜托拜托 你把这位炸弹小姐带走好吗 否则我们家要天翻地覆了 好 好了一平 我们走吧 有话跟你爸好谈 我们改天再来 今天不是时候啊 好 你们全家同心协力 都要赶我走 很好 我走 不过 在我走以前 我要告诉你 谁做我亏心事 谁心里明白 总有一天 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站住 你满口胡言乱言 你在说什么 今天要子不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休想出这个大门 好 你一会在义平总 你再不在义平总 他会惹事大门 反对 报复 我们先走了 改天再来拜访 一平 和书华 我们的家务是与你无关 你站到一边去 你这一生中做了多少坏事 煎饮炉 你能做过吗 皇父 在你们陆家 除了编纶耳光之外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 能解决问题吗 你也要来教训我吗 你以为你追求了我女儿 就有权加入她来 我始终没有加入他来责难你 但是我不能忍受看到你对他用暴力 你不能忍受 那你预备怎么样 我 我不能怎么样 我终于了解一瓶的痛苦了 我们走了 站住 话不是还没说完吗 你要来吵架就一次给我吵完 不要分批来吵 闹得人天天不得安宁的 你还有什么作用 罪名要加在你爸爸身上你都说出来吧 十年前 因为做了亏心事 老天爷 他会把罪恶看得清清楚楚 爸爸 你没忘记李福官吗 十年前 他离你而去 带走了一笔陆家梅青的账 我 不要以为世上没有报应 有两句俗话说过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好个混账动机 你居然敢挺着你爸爸 我说的话不说完 我说的话不说完 咱们走 那我看看你伤得怎么样 来 通报 放心吧 鞭缩挨过 还怕懒下耳光 从小 挨打对我就不是陌生的事 你还是快回报社交稿吧 待会老总要挂胡子 我没事 我终于领教了黑豹子的微风 也终于了解了一些 燃烧在你中中的仇恨 在我的观念里 家应该是个最温暖的地方 是一个避风的港口 可是你家简直是个战场 战争随时都可以发生 如果你和你父亲 真是这样水火不能相容 以后就扫到那边去 以免经常负伤回来 你看到我挨耳光 就有我负伤了吗 你不知道 在我那新鲜处 远身过挨耳光 挨鞭子伤 你不知道 有多深 有多重 绝不是你这个蒙古大夫 可以治得好 不过 每次都是你先挑起战火的吧 你也要指责我吗 这些日子来 我们共同面对了许多事 你也亲眼看见我所接触的人和事 怎么 你也要指责我吗 不是指责 绝对不是指责 而是心痛 看你挣扎的爱与恨中 我会心痛 看你在那边受到打击和羞辱 我更心痛 一平千言万语一句话 我不愿意你再遭受到今晚的局面 舒环 你知道 我已经没有后路了 我已经陷得太深了 我就是做主要的 怎么说呢 我治了了太多事 我不能假装不知道 我看到了太多事 我不能假装没看到 不了解太多事 我不能假装我不了解 舒环 我现在只能往前走 把一个个的谜团打破 我已经不能后退了 打破谜团对你有好处吗 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吗 我不要好处 我只要真相 假如真相会伤害我的话 那就是我命里住的要受伤 逃也逃不掉 舒桓 今天晚上你也看到我爸爸的反应 雪姨的反应 他们根本就知道可云的事 我打赌 他们心里都有数 舒桓 明天一早我们去找李副官 问他要真相 一平 你还是要 如果我再不知道真相 发疯的不止可云 还要加上我 一平 是你吗 一平 一会儿到那边去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舒缓了 她在报社区 一平 有没有不舒服 一日月子怎么这么难看 你没有和那边在起冲突吧 嗯 气质是冲突 我还爱你 妈 没了 什么事都没了 有的 我知道有的 一平 你要受委屈吗 妈 叶太主要 怎么终于来了呢 她没有打你吧 你爸爸她没有打你吧 她不是她送骑马庄给你的吗 她不是 妈 妈 妈 我又让回起店 我恨她 我好恨她们 一平 告诉妈 怎么回事 妈 你告诉我 世界上怎么会有雪姨那种女人 我的爸爸 又怎么会宠爱这种女人 妈 她简直是个披着人披着面具的怪物 我要让她原形毕露 或者 我要让陆家所有的罪人 都原形毕露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做了你自己后悔的事 妈 妈 妈 你放心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再洗碗 我帮你洗 一平 你听妈一句话 得劳人促起劳人 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必须要先获得自己内心的平静 你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妈 我已经完了 我必须要看到那边的人 受到他们经受的惩罚 我才会快乐 我要他们受到审判 莫平 你 你 是你了 是你打破了爸爸的花瓶 你说什么了 我去告诉妈妈 是你打破了爸爸的花瓶 都是你啊 都是你打破了爸爸的花瓶 还小赖 什么事啊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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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妈 一平打破了爸爸的花瓶 还小赖 他还打我 我没有 莫平在胡说 一平 这是你爸爸最喜欢的古董 你怎么把他打破了呢 妈 不是我 哎哟 这还得了啊 这老爷子要是知道了 不气疯了才怪呢 我没有 是孟平拿的 我知道不要拿 他不听 你说什么 你自己打破了 还要赖到我孟平身上 你太不吓话了 哎呀 雪晴 我想这不是一平一个人的错 让我先好好问问他 问 有什么好问的 你看 你好啊 你看你这个娄子恐大了 就想拉我们孟平下去是吧 你做孟平 都是你交出来的好女人 你说什么 表放我的妈妈 一平 雪晴 你怎么可以打他呢 怎么不能打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 现在眼里头就没有我了 以后长大了还得了啊 雪晴 哎呀 我今天又来 雪芹 雪芹 你放个手 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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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太过分 你放手 你管不着 你抬嘴硬 你没叫量 你放开我 你死丫头 放开我来 你停 放开一只样子 你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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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高手坐下 你们在做什么 我不过是出去骑着个马 你们在家里闹翻天来说 老爷子 你回来得真好 你给我评评礼嘛 你最心爱的花瓶让人给打破了 我只不过说了两句 我陪他们母女对我是又打又骂的 你看嘛 一瓶还咬人呢 是谁 是谁干的花瓶 给我站出来 哟 怎么回事啊 花瓶是你们打破的 刚才你还跟凶神恶煞似的 我是治不住你们 这伙老爷子回来了 你有本事再凶啊 有胆打破王二平没胆承认吗 不是一瓶一个人的错 他和孟平两个人在房里头玩 我没问你 一瓶 是不是你干的 过来 我是在屋里玩 可是不是我打破的 你越打越不像话 做错了事 脾气倒不小 还会咬人 小小的眼睛就那么顽劣 将来谁还能治得住你啊 是谁先欺负妈妈 她还打我 抓我头发 我才咬她的 我说话你敢停嘴 给我跪下 我不跪 我又没有最后事 我干嘛要跪 老爷子 你听到不懂事 你就让我打这一次吧 你给我滚开 这是我孩子 怎么让你这么打了 我那叫起我的女儿 你走开 你一定他只是个孩子 你怎么打他 他怎么射的呢 叫他去打我啊 好 是你自找的 是你自找的 而为你叫成这个样子 你是该的 你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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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不要打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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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滚滚房子 今天不许吃饭 滚 妈 我现在 我是很想忘掉 所有的仇恨 与愤怒 我也想活得快乐些 更希望获得内心的平静 我努力尝试的去做 可是 我做不到 我还没来得及排除旧恨 心仇却又燃起 我无法浇灭心中这把复仇之火 因为我只是个凡脸 不是圣人 除非 是像可遇那样 活在一片空白中 一平小姐 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 咱不提勤奋 就是论辈分 我也够格劝你一句 请你不要再追究我们家可云的事情 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你副官 我一到清早的跑来 不是来替你劝我 我要知道真相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相信 你愈是想逃避我 我愈是相信我的猜测是对的 一平 你答应过我的 要好好跟你副官谈谈 李副官 我跟我爸谈过了 那 你说过 你不会告诉司令的 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说 不过我可以确定 我爸的历史绝不光 我想知道 这段历史中 都不包括可云 哎呀 当然没有了 一平小姐 你怎么回事你 我一再来告诉你 可云的事情跟司令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李副官 你跟了我爸爸三十几年 他是怎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 如果他想要得到一个女人 他是不择手段的 你这什么意思 那天可云明明是把事怀 当成是我爸爸 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如果我爸爸没有对可云做个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真的与我爸爸无关 为什么你和李嫂 会下来脸色发白呢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 不要扯到司令头上去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 我想是不肯相信 你不是把事怀疑 你不肯相信 你不肯相信 你不要给你 我肯相信 你不要还不肯相信 你不要但我肯相信 你不要带你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管 玉米,不要再问了 他们已经受够了 不要这么残 你别管我,让我问 这么多年来 我妈不管日子过得多苦 都不停地在暗中接近你 现在我终于明白 她在赎罪 为我陆家赎罪 为我爸爸赎罪 因为我爸爸对不起可云 你疯了 你不可以这样侮辱私利 你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我爸爸 你不肯承认 是因为他对你有恩 所以你就为他掩饰罪恶 你,你简直就是愚忠 你胡说 不是他,根本就不是他 那么是谁 还会有谁 你说 好好,我说 是很好 你的哥哥,陆很好 第一次偶然相逢 眼睁朦朦,雨震朦朦 第二次偶然相逢 夜又朦朦,雨又朦朦 雨又朦朦 从时候,肩膨的脸 爱又朦朦,愿也朦朦 愿也朦朦,愿也朦朦 愿也朦朦,愿也朦朦 愿也朦朦 愿世间,情为何物 花也相从,梦也相从 看世间,情为何物 深夜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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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相从